大家看我上面是什么 日荫 我现在在这里像不像顶了一个 佛官 从这里 怎么把我的行李商弄上去 它不是那种既定的小路 是这种 狮子路 在家阶梯 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谢谢它 应该是要给小费吧 所以在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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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可以 谢谢 旁边是高档度假风 我这边是精简 轻缕风 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经常去旁边蹭帅哥美女来扬言 就这样一强之隔 哇,看看我的这个hotel 哇 这个景色好好啊 这里有秋千仪 下面沙滩仪 哇,看看这个海水 我选的这一面没错耶 我其实想要二楼的 但我估计都已经订光了 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房间 这是一家生态hotel 生态旅社 哇,这是我原来订的他们的share room 这种四人房 175块钱一个晚上 但看上去也挺干净整洁的 这种木质的感觉挺好的 出来就是他们的restaurant 前面就是享受海滩 阳光海水的地方 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半前台 这是这个酒店 看了刚刚的床位 这个酒店经理却给我升级了 他给我升级了一个private room 虽然是一间家庭房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使用 运气爆棚 因为我查过 他是打了五折 让我用床位的价格 住了私人房间 那从外面看 我有一个单独的休息的露台 桌子椅子 可以坐在这里做自己的事情 粉紫色的盆栽 这个是垃圾桶吗 这个就是我的西彩之门 给了我一个密码锁 用来锁住我的西彩门 但我觉得这个锁的密码很好破语 他说不好破语 还跟我开了一阵子玩笑 你看他们这个门 也是竹条编制的 因为这是一家生态酒店 这上面没有玻璃的吗 那这个锁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可以通过这边翻过去 OK我还是要锁好自己的彩物 打开这个门 右手边电风扇 左手边一张单人床 再是一张双人床 右手边 打不开 打不开 柜子 这个倒是可以锁一锁 一张小桌子 布满灰尘的挂鸟装饰 看看这个床怎么样 还挺舒服的 一张浴巾 灯 其实这边过去就是床位 那边也是床位 这里是前台 相当于是一个顶部打通的 share room 只是我这个空间更加独立一点 OK这就是我在罗萨尼奥岛上的住宿了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但是这家酒店 它的电的供应是有限的 刚刚经理告诉我 他们是太阳能供电 所以要充任何设备的电 他告诉我 最好是在白天进行 如果在晚上 大家同时使用电量 超过一定限额的话 就会拉掉电闸 等到早上才能有电 他们的水 冲厕所 是需要用海水倒进去 人工手工来冲马桶的 洗澡的话 是一个顶上的大桶 待会带大家去看收集的雨水 但是这个地方很少下雨 所以他们会补充淡水 但是这个淡水成本非常高 希望我们也能够节约使用 哇这是一个原始小岛吗 这是什么 啊 这是他们吃饭的时间 早餐7点半到10点 午餐12点到3点 晚餐5点半到8点 他们还提供浮潜服务哦 9点30 他们这边的浮潜设备 都是免费提供给客人使用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前面就是一片碧喜色的海水 下面有很多珊瑚和鱼类进海哦 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 他们酒店内部的人员会去浮潜一次 会带上里 不收取任何费用 让我先把我的行李拿进来 我再带大家去看看 这一个生产酒店外面的环境 12点过5分 我终于收拾好的行李了 我买了两瓶水 不知道够不够 啤酒 虚文水 半盒鸡蛋 但是在我包里面碎了一个 我刚刚弄了好久 最要命的就是这一个热水壶了 我可以拿来烧热水 可以拿来煮鸡蛋 超棒 铺了一桌子我的东西 一桌子我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我就先锁在我的那个箱子里面了 平常用的衣服就放在这张床上 因为他说这个房间就我私有 现在我们去看看外面是什么 锁一下门 可有可无的锁门 锁好了 我觉得等我包晾干了 要把它收起来不能太显眼 感觉还是可有可无的锁呀 来看看它的外面 我这边面对的都就是它的后院了 各种生态化的装饰 比如说这种竹框啊 还有它旁边的这些盆栽 这是他们的一个厨房 但是他说我们不能用 真的不能用吗 我觉得可以用的 Hola 这就是我的那个大棚屋的外观了 因为他们前台就在这里 这边还装饰性的摆了一个书架 有些小小的棋类游戏放在这里 哇我可以下一下国际相亲了 我都快生输了 这是他们的餐厅 据说价格不贵 所以我也稍稍安了下心 那最要提的就是他们这一个潜水设备接待处 这里的浮潜设备都是免费提供给这里的住宿客人的 这是介绍的近海处拥有的珊瑚鱼类 据说非常非常漂亮哦 哇看看我也觉得好期待 所以为什么它这里的床位要175块钱 那酒店的经理告诉我 如果我要下水一定要带上这个浮球 因为近海处有很多一日游的船只来来往往 怕出现意外 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 他们酒店内的人会集体出去浮潜 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海面最安静最清澈 能看到鱼类跟珊瑚最丰富的时段 我们住客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休息处各种吊床 布落在花园里 这个蓝色的 篱笆色的 还有后面的后院处 有三处洗手间洗浴的房间 看到上面那个黑色的桶了吗 那个就是拿来煎雨水和补充新鲜的水 供住客洗澡用的只有冷水 好原始的厕所啊 哇这就是他们的淋浴房 真的好原始 我感觉我在这里洗澡 会被看见吧 开关开这里 刚刚那经理一直说洗澡是要节约用水 节约用水 虽然他们会一直补充这里面的水 但我觉得水可能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哇厕所比想象中干净很多耶 这个就是自动冲马桶的桶了 这里面都是海水 需要客人自己自觉的来清洁 不脏就好 这两栋房子就是最贵的海景房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兔 今天是2021年的9月9号 昨天录到这里 GoPro就没电了 后面都没有录进去 我都不知道 刚开始说了 我用170的价格租了床位 后来又给我升级到280块钱的家庭间 现在又给我升级了 在跟我进入我升级前的房子之前 来看看它这边的房屋 除了后面那一座 在家庭间床位 前台的小屋子 这里还有两幢 也是他们住宿的房子 所以这家生态hostail 总共有三幢房屋 那这一幢 就是不带独威的 个人空间的房屋 它的价格是380元 这里的海景是非常非常好的看 这一片玻璃水 左边是安静的小树林 右边是非常热闹的一家 有名的度假海滩 那边有些类似希腊风的砂糖位 我们来的时候有看过 那这个房间我们看看 三百八 吊床 桌子椅子 进来一张简单的大床 置物架 小桌子 电扇 还有个冰箱 穿衣镜 这里是衣架 各种鸟类的装束 这就是他们三百八的房间 出来就是一片海景 我挑这家hostel 就是因为 它前面的这一大片玻璃水 还有这里休闲的地方 下面有三块区域 类似这样 可以晒太阳 睡觉 看现在就有 帅哥美女在下面休息 哇 那个好像是在裸晒 到处都有这种吊床 秋千仪 这里也是内女的吊床 还可以划皮划铁 美丽的粉紫色的花 我升级的就是这一幢房屋 这一幢房屋都是带 独立浴室的价格是四百八 而且这只是淡季的价格哦 美丽的吊床 小桌子椅子 用海螺布置的小花坛 依然是这种竹边门 进来 左边 植物柜植物柜 对 电扇 干爽干净的大床 鱼类的装饰 往后面走 就是简易的私人 物浴间了 跟大家说过 他们这里都是用海水 手动冲马桶 但是马桶很干净 水流就从这里出去 非常非常的原始生态 对不对 淋浴 黑色的桶是接着雨水 雨水不够的时候 会补充淡水 好啦 这就是我从一百七十块钱的床位 升级到四百八十块钱的 带独立的海景床子 加勒比海 罗萨尼奥群岛的度假生活了 一群路 再撒尾群岛 一群路 又在尽厚 全幻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